Hello大家好,我是斑斑,想和你一起看更广阔世界的小怪兽的空腹公司的创始人 欧洲全渠道供应链,中国公司出海欧洲,我们公司结成为你服务 本期视频是与HiYuropa合作播出的第20期视频 我们在整个系列视频中跟大家聊到了如何在法国投资买房 本期视频与HiYuropa合作播出 HiYuropa是欧洲第一家提供中文、法语、英文、三语的保险机构隶属买衣服旗下 为在欧洲的海外华人提供便捷、可信赖的房屋保险与房产相关服务 请扫为二维码或点击评论区链接获得更多信息 本系列视频一共22期 然后大家可以在视频播出完之后加班班的二维码来获得本系列视频的所有文字资料 这期视频我们会和大家聊一聊法国的物业管理 如果你买房是来出租的话 在这个沙盒子中间有一部分是PopeDeal要给的 一部分是LogatDeal要给的 LogatDeal要付的是绝大部分 然后PopeDeal也就是你是房东要付的是一个小部分 如果你买了这套房子是用来自住 那所有的物业管理费整个的沙盒子都是你自己来付 那沙盒子这个物业管理费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 为什么你要付这个钱呢 首先法国的物业管理公司Santec到底是什么呢 物业管理其实要管的事情可不少 而且也不容易 物业管理公司具有委托人 也就是房东们授予的特定权利 帮助房东业主和租客处理和房产有关的所有问题 这个可以涉及到城市规划法律法规等 房东们付物业管理费给物业 物业收取管理费完成相关的管理任务 日常的管理任务比如说 如果要整栋楼供暖供水 那么物业就需要处理水电煤气等事物 如果物业需要到每户为每户供暖气 然后呢 有物业计算每家每户的暖气费用 再比如说如果整栋农需要保洁 绿化植被的维护 电梯维修 这些呢都是物业统一管理的 物业需要的技能呢 可不少 它有法律会计技能 而且他们需要耐心倾听 了解区域类不同业主的需求 再负责区域类呢 调解多重利益分歧 甚至化解利益冲突纠纷 那么刚刚在这一段文字中提到的 所有东西呢 都是关于物业管的 所以呢 如果你的房子里面有水电卵 这些的服务的话呢 物业就需要统一给它筹备好 然后再让你们来付费 如果你的房子呢 需要做tabware 做装修 整栋房子 特别是现在有很多的房子呢 都面临着这个墙面翻新 或者窗子整体翻新 或者楼顶翻新 这样子的重大tabware的话呢 都是Santec 也就是你的整个楼的物业呢 去统一去做这个Apare l'offre 也就是说呢 去整个市场上招标 然后招标完成之后呢 他们会选择一家 性价比最高的 一般的一年来说呢 会有至少一次强制性的 Assemblée Générale 也就是年度的业主大会 那这个时候呢 一般来说 就会有一些 一些的话题呢 提上议程 比如说 如果你们小区门口 有一棵老树生病呢 可能大家就要一起决定 我们到底是把这棵树砍掉呢 还是去为它治病 因为在法国为这棵老树治病呢 其实要的费用还是挺高的 再比如说 你们的电梯需要翻修 那大家是不是同意来翻修电梯 或者说呢 有一些房东认为 这个房子的外墙太老了 然后希望呢 给外墙做一个翻新 然后呢 给他刷一层新的漆 这个费用也是不低的 很可能呢 平单到每家每户呢 也需要好几千欧一户人 所以呢 就需要通过这个 Assemblée Générale de Goupes 也就是物业大会呢 一起来投票决定 然后投票决定之后呢 Santec就可能会做一个Apple 然后呢 他就会招标 然后看哪些公司呢 符合这个要求 比如说 如果我们要为老树治病的话 我们可能会找几个 不同的Bessagistes 这个园林医师 然后呢 看看他们的收费 然后他们怎么样提出这个project 为这个老树治病 如果呢 是要翻新墙面 我们可能会找几个 不同的Tover 这种不同的工程的 这样子的公司 看他们来做这个 整个工程呢 需要的时间和他们的预算 然后我们再来决定 谁可以来做这个Tover 再细到其他的日常事物 比如说你的楼到 每个星期都有人来清扫 你的垃圾桶 每个星期都有人来到 其实呢 这个很多时候呢 都是物业呢 在和不同的机构 不同的清洁机构呢 在做一些合作 然后呢 才保持你整栋楼的 干净与清洁 法国呢 有很多这样子的 中介物业机构 然后呢 每一栋楼 他都可以找自己的 物业机构来合作 班班自己之前住的 那个小区呢 是好几栋楼 然后我们小区里呢 有自己的门房 就是我们的Gardien 然后这些物业的工作呢 都是由Gardien完成 但是呢 当时我们交的物业费呢 是非常高的 因为当时我们的邻居呢 告诉我这个Gardien 每个月的工资呢 大概是3000左右 3000欧的工资 其实不低了 然后还要加上 它的各种charge 它的各种杂费 然后当时呢 我们又是集中供暖 其实如果你买房子的话 你会发现 集中供暖呢 是非常贵的 你的房子的面积越大呢 这个集中供暖 摊到每家每户的金额呢 就会越高 然后此外呢 我们的房子里还有电梯 这个电梯的设备 也是由物业来整体运营的 所以这些费用加起来的时候呢 当时我们的整个物业费用呢 大概每个月是在 260到280欧之间 我们当时的房子呢 只有70多平 所以相比这个物业费用来说呢 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也有一些 物业费用非常低的房子 比如说在理容市中心 我们有一套studio 这套房子里呢 他们的所有的物业的工作呢 都是由房子里面 一对老夫妇完成 这对老夫妇呢 他们就住在这个房子里 他们自己呢是房东 然后因为他们退休了 平常也没啥事干 所以呢 他们就自高奋勇的决定呢 想要当这个房子的物业管理 于是呢 每一年呢 我们只需要像他们 付大概100欧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 就像是补贴金吧 然后他们呢 就会替所有人呢 做好这个物业的工作 包括安排这个日常打扫的机构呀 然后包括呢 这个整体的翻修啊 等等都是他们在做 他们呢非常的和蔼 然后呢 也是非常的靠谱 所以这个房子呢 我们每年的物业呢 平到每个月 基本上只要花20多欧 而且这套房子呢 它没有集中供难 它的水电呢 都是由这个每一套房子单独决定的 这样子对于租客来说呢 就会比较划算一些 为什么说法国的物业门道挺多的呢 因为有不同的中介物业 然后呢有大有小 大家呢在选择物业的时候呢 一定要小心 如果你们选择一家大的物业 可能收费比较高 小的物业公司呢 就要非常小心它的可信度了 之前呢我们就有一个小伙伴 他们的物业呢 收了他们tower的钱 也就是他们要做翻新的钱 结果物业公司呢 去宣布破产呢 然后这笔钱呢 需要通过打官司 然后通过保险赔偿才能获得 整个过程流程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大家呢 在选择物业的时候呢 也要留一个心眼 所以大家在买房前呢 一般会阅读几个文件 比如说前一年的 整个Sherz的GoProVD 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文件 看到你的Santec呢 是如何去支配这些金额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Hagel GoProVD 也是整栋楼呢 这些房东呢 需要一起遵守的一些要求 然后还有呢 所有的关于Assemblée Générale De GoProVD这些文件 大家可以看看近三年以来 有哪一些呢 Tower翻新呢 是大家想要做 但是没有做的 在这些文件中间呢 我们阅读的时候 也有一些小技巧 比如说你看到 有一栋楼 在近三年呢 一直会有人提出 我们希望墙面翻新 但所有人都拒绝翻新的话 有一种原因 可能是这个墙面比较新 本来就不需要翻新 然后还有一种原因呢 就是其他的住户呢 都不太想要去花这个钱 然后你就可以看看 是不是一个房子 其他的状况呢 也是不太好的 可能住在里面的住客呢 都是比较贫穷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他们就不愿意花这个钱 去翻新这个房产 那么就会导致怎么样呢 这个房产的状态就不是很好 你未来想要这个房产的状态呢 得到改善的话 你也没有办法去翻新 它的外部结构 你只能翻新你自己的房子 而不能决定其他业主 想不想花钱 去翻新整个房产的外部结构 或者呢 你也会看到一些 很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说之前 我在一个Assembly Jeneha里面看到 就有一个邻居呢 投诉 经常有外面的人呢 跑进小区里来 希望呢 在这个小区里 装一个大门 其实这个事情呢 可以侧面的反映 这个区域是否安全 大家呢 可以通过这个文件呢 好好的了解你的整个小区的安全 和整个小区设施的一个状况 说了这么多呢 希望我们这期视频呢 对大家买房 在法国投资 有一定的帮助 HIGH EUROPA 实在为海外华人 提供更好的住房保险 以及相关服务 所到之处 皆成故乡 也非常感谢HIGH EUROPA 对整个系列视频的支持 希望大家呢 给我们点赞 然后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我是斑斑 拜拜